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他是我的兒子 我們今天想拍一段影片 去教育一下未化妝的朋友 去教大家化妝的基本知識 真的不懂化妝才好 對 今天這集挺有用的 如果想看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又是我 今天我們就拍一段 老爸教兒子化妝 因為試完早前就跟兒子 突然說很想買一些化妝品 對 我想不上鏡子 我要遮眼圈 對 我們就走了去Defora 買了一堆很基本的化妝品 不如說說他買了什麼 首先我覺得是 各位男士很應該買的 就是 Super Group的防曬面霜 這個是日霜總可以防曬 是有40度的SPF 所以男生每天起床細眠之後 懶得去塗防曬 只塗完就掉了 然後買了一個Beauty Blender 只要有一個Beauty Blender 你的妝一定不會被人厚 還有一個妝前的底霜 Print Too Faced 他說他平時很乾 想睡前 然後還有一支 萬用遮瑕膏 但這支是新出的 就是再creamy一點的 然後還有一個防曬水粉 超方便 就是你已經化妝了 很難補防曬 如果你有碎粉 拍外面就一流了 這個也是來自Super Group的 這個用完應該怎樣 數兩下可以 對啦 就是如果你的臉開始又有 加一數 搞定 又可以防曬 順便防曬 化過淡妝 當我們日常出街 現在鏡頭下的 你有些什麼要收拾 可不可以來個close up 眼袋 看到它這些位置 是有一點濕塵 所以顏色上就好像 令到眼窩更加濕 相對地 它就會容易出紋 會乾 好像它這一類混合性皮膚 因為它有一些位置很容易很乾 所以選擇化妝的產品的時候 都要了解一下自己是什麼類型的 而且我發覺如果自己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會化 一化就馬上都會有些紋 眼紋這個問題 剛才說到它塗這個遮瑕的時候 很容易會顯得那些紋很重 現在我就要教大家一個小秘密 看大家塗完眼霜 等它吸收幾分鐘 你有眼霜嗎 你知道Lamere幾十萬的眼霜買著的嗎 如果想知道為什麼這樣說 就可以看回那條香水片 你塗i-cream給大家看一下 好 錯誤的示範 首先第一就是 你五隻手指裡面 其中一隻最大力的手指是中指 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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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教完 不聽 習慣了 好了 我的秘技呢 我們現在等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大家可以用一支你用開的Toner 這是它自己Hills的金盞花Toner 除了可以平伏 這個皮膚也可以用來去印 然後就一點點 用它抹了你剛才的眼霜 印嗎? 可以拖 但是輕拖 就是不要扯到皮膚 怎樣叫不要傷到皮膚 就是拖的時候你都不會動到皮膚 因為眼部的肌膚是非常敏感的 很容易會鬆弛 接著下一步就是 直接上遮瑕膏 你是怎樣塗 我 是錯的 你是怎樣塗 我可不可以試一下 就這樣抹上臉上 然後就這樣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是沒有那麼衛生 因為你的臉上有油 你再放在瓶裡 它就會變髒 第二個就是 遮瑕膏可以先用手道 用手指去揉它 揉開它之後 用無名字 直接搭上臉上 記住 有XD形式 還有把最多的產品 放在這一邊 慢慢地推出去 你行不行 我看不到 但你的眼袋就慢慢消失了 你在手揉了產品之後 因為它有熱 那個產品 是會吸收得更入 是不是很弱 我看不到 當然 而且你這樣做 你就可以沒有那麼容易出紋了 因為呢 首先你放的量 是薄了 而且也是吸收 你最需要遮瑕的位置 因為你有濕襯的關係 你這個位置也要補一點 大家記住遮瑕的時候 遮瑕膏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這邊這樣推出去 這樣就會變 然後就教大家上粉底 剛剛也說到 因為很容易 塗粉底的時候 就被人覺得臉很粉 那我就會示範給大家看 這些就是叫做 Sponge 但是很多人都會直接把它這樣塗上臉上 我覺得這個世界這麼多的品牌裡面 Beauty Blender 是很值得大家入門試試買的 因為真的很容易用 總之你有一個Sponge 你推妝就會非常容易 那怎樣用呢 我們需要水 先去洗手間 吸一下 先去洗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成功了 兒子 Yeah 神經病 突然間 年齡層低了 對了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 要加一點水呢 這個東西的原理 你知道嗎 吸東西 對了 為什麼不用掃 因為掃的原理 就是把你塗的產品很均勻地掃開它 但是這個 它在你掃開產品的時候 幫你吸了多餘的產品 如果你平時用掃粉底 需要三噴的話 用Sponge 就要四噴 因為它會吸了很多 我們可以輕輕塗粉底試試 Petmograph的粉底 少許色不適合 不要緊 通常Sponge有不同的形狀 像這個這樣 有一個切角面 通常這麼圓的 在這邊去上粉底 像你這個這樣 每一個Sponge都會有一個尖位 那它的尖位就是 給你去塗一些很入的位 例如鼻 還有眼角 這些位置 有哪些位置需要打理 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很多時候 你塗粉底 如果你已經塗了concealer的話 很容易會 擦走你本身的concealer 那所以呢 在你已經塗了concealer的位 薄薄地去 好像你這些 離開了眼袋的位 其實就可以用大範圍這樣擦 如果是我 我就會這樣塗 所以我就會這樣 那它就會把你多餘的粉底吸進去 就一定不會讓你皮膚有那種粉 很厚的那種感覺 相對地薄了 如果你遮瑕得不夠的話 你就要上多一層 而且有一些粉底 是不適宜給你apply兩層 通常你去到第二層的時候 它第一層會動了 如果你是用sponge的話 你選擇粉底的時候 你可以買之前試試試 兩層究竟它動不動 不動呢 那就代表適合你用sponge 月薪的粉底 通常都可以apply幾層 而且用sponge有一個好處 就是很多人用掃的時候 會有一個掃痕 但是你用sponge就不會有這個 雖然現在有點不適合 因為這個是去年我曬黑了的時候的一個 但是我想再說一件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非常有用的東西 你那個sponge 是可以apply碎粉的 就是這個碎粉 你試試拿sponge 沾了整盒 就是沒有那種光澤 但是碎粉是令到你的皮膚 超級無敵平滑 剛才你明明是上了很多 但它也可以幫你很均勻地吸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相碎粉是非常之好 大家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男生就一定要用唇膏 這個賣零買 不知道10元 可以按照嗎? 學到東西的 不過要熟習一下吧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去like、subscribe和share 如果想看多些其他化妝片的話 就記住要訂閱這個頻道 我也繼續上來學新東西 其實是我上來你家 這是他家 好啦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下條片 下條片 進去 這回來 了 sins